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1日 刚才看到海外的网站上 转发了一些文章 篇幅不长 但是内容非常的充实 他讲的什么呢 上海医疗专家组的组长 叫张文宏 他有一个观点 他有什么呢 坚持第一线战斗 说派驻共产党员 增援自前不打招呼 这篇文章还有点真实的内容 他讲到什么呢 说是1月29号上午 华山医院 记者见到了 刚刚从小汤山 被称为小汤山的 公卫中心回来的 上海医疗救助组的组长 张文宏 他也是华山医院 感染科的主人 虽然他有这个身份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共产党员 那我们知道 人品如何 不在于什么党什么派 哪个党哪个派 里边都分左中右 都有这个 建墙的战士 都有怕死鬼 这位张文宏可以这样讲 是共产党内部当中 应该讲是一个 货人价式的 能够冲在第一线 这样一个人物 他说什么呢 他每个星期 就到这个隔离病房去擦房 按道理讲 像他这样级别的 不用去擦房 但是他为了什么 为了鼓舞和安抚 他也同事 那么他讲得非常坦率 他说什么呢 第一件事 我自己每个星期就去擦房 至少一到两次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我今天做了第二个决定 就是干什么呢 换岗 把所有从年底到现在 为止的医生 全部换掉了 换上什么呢 换上共产党员 他说不要欺负那些 老是听话的 医疗人员 谁听话 谁就放在第一线 反倒不去关注那些党员 党员干部平常 在会上讲得非常好听 到了关键时刻 有的人自私自利 躲起来藏起来 所以说这个张文宏 有点办法 他把这些 共产党员安排到第一线 而且没有任何人 可以讲出自己的理由来 也就是说 必须服从这安排 那么 他这个观点 本人非常的赞同 我记得 这个习近平曾带领 这个中央政局一般人 在这个李强到达上海 执掌大权的时候 曾经跑到这个 一大会之旭 宣示 不妄出席 老几十年 当时这个新闻 搞得是 沸沸扬扬 往上议论 那么现在刚好 中国发生了 过去从未有过的 这样的一个疫情 也就是新型观众病毒 较至于SARS 2003年SARS厉害 这个五倍 那么现在已经是 根据现场发过的视频 可以看到 情况非常的严重 中共官方一直在 媒体在撒谎 报道的疫情 远远不及 现在第一线的公民记者 披露的真实情况 那么我就想到了什么 想到这个王沪宁 挖到根子上 在这个防疫 这个应对小组当中 仅次于李克强 是副组长 既在是副组长 管意识形态 那你可以想象 下面这些媒体 包括电视台 电台 报社 这个网络 记者们不敢到第一线 进行报道 那么结果 使这位公民记者 叫方斌的 一举成名 这就说明什么呢 记者们是缺位 那么记者们失责 没有履行自己的 神圣的自责 这个 主要的根子 又挖到 王沪宁这个地方去 也就上级 不允许 他们主要是为了 这个掩盖 真实的情况 掩盖的情况 可能包括 这个病毒的来源 不一定是 华南海鲜市场 可能是 这个武汉的 所谓这个生化实验室 这边还没有结论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受感染的人数 大大的缩碎 死亡的人数 恐怕也是 不可信 我们通过方斌的报道 可以看 就在一天 就几个小时打走 就八个尸体 被这个宾馆的车拉走 而且这是不完整的 你可以想象 一个月死了多少人 而官方现在报道的数字 仅仅就是一二百名 这显然是还在继续的 这个欺骗老百姓 能骗一天就骗一天 这个欺骗造成 这个耽误了 这个治疗的时机 而且什么呢 对国际社会 这个公信力 是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说 我就建议这个 王沪宁 仔细看一看 有关这个 上海华山医院院长 这个医疗 医疗这个治疗组的助长 张文宏 他的观点 就什么呢 如果你真是 你自己讲到了 不忘出席的 武汉岛面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 首先 这个跟这个李克强一样 到这个武汉 第一线去看一看 那才显得 你真正的是信仰 有一个 有这种信仰 那么现在看来 这个王沪宁 不仅是没有到武汉 这个随从这个 孙正兰 或者是 这个李克强 而且什么呢 而且是 即使是在国内 北京举办的一些 另外一些 会议上 场合 你也看不到 王沪宁的身影 王沪宁藏在背后 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成为了一个 这样抓舆论的 宣传这样的 中共的一个大脑 也就谎言制造的 一个最大的 一个抛制者 那么他就 胆小怕事 这个在背后 这个运作 并不敢到这个 有可能感染病毒的第一线 这一点就本身 对中共这种 提出了 不妨出现 就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嘲讽 所以我今天看到 张文宏 这个消息 我觉得 一方面 对于这个张文宏 这个本身的 张文宏的做法 表示这个赞同 虽然我不赞同共产党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 他属于中共共产党内 活的算是比较真实的一个人 当这种 疫情灾难来临的时候 能够勇敢地站在底线 而且呢 让这些是共产党的干部 先到前线去 这一点做的还是 这个比较好 那么王沪宁 现在接着目前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 过几天 能够就说 下到这个武汉的阶层 当然还是有待观察 但是我看 他恐怕没有这个胆量 像这种人 人品都可以看出来 过去在大学的时候 书在里面 就是写写书 催催牛 后来就是拍马屁 拍上了江泽民 然后再拍这个胡锦涛 接着拍到这个习近平这个马屁 从这个所谓的三个代表 这个谎也一直到科学发展观 最后变成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中共极权统治 又鼎盛走向率外 他这个强调不断的变 变来变去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什么 就是谎言和欺骗 完全不尊重实施 到了现在 这个疫情如此严重的 这种地步了 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和中国的航空 这方面都 交通往来都断绝了 特别是美国 把这一次这个世界列为 这五十年来 未有过的 列为这个公共的 卫生的紧急状态 重大的紧急事件 那么但是你看 中共这些官媒 能然在掩盖的真相 但是再掩盖 在网络时代里 根本没有用 还是有公民记者 能够冲破这个紧急 把这个第一线真实情况 告诉我们 使我们知道了 整个武汉 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而且可以预测 未来即将发生什么 相信这些谎言 终有一天彻底的破碎 可能到那一天 中共不仅是王沪宁倒台 中共政权 整个政权都有可能坍塌 那么今天的另一个 海外奇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